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开始在家工作之后 大家心里有没有觉得很烦躁很烦躁啊 Nana跟日本老公目前住在东京 我们已经从去年3月一直在家工作到现在 大概有一年两个月了 今天就要来分享我自己在东京在家工作 心得及几个小秘诀让大家在家工作的时候 可以适时的放松自己的压力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观看电视新闻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我在日本吃早餐的时候会看着日本的成间新闻 在家工作中午跟老公一起吃午餐的时候 又会看日本的五间新闻 新闻节目里面通常都会有比较爽动的话题 或是有一些评论家发表一些比较激烈的评论 你不知不觉中心情就会被影响了 补充说明日本的新闻播报除了两名主持人之外 还会有二到三名的评论嘉宾一起参与讨论 像我早上吃早餐看新闻的话 就会让我整天的心情非常的烦躁不安 午餐跟老公一起看五间新闻的时候 又会因为电视节目上的一些评论家的言论 导致两边的看法不同 而有所意见分歧 产生一些小吵架 我觉得这不仅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进一步影响了下午工作的情绪 这些的状况我觉得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收看电视新闻节目 我们两个不看电视新闻之后 不仅争吵减少了 自己在工作情绪上也相对的比较平稳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减少收看电视节目 可以透过政府的官方资讯管道 去获得最新的消息 但不需要一直盯着电视节目收看哦 第二点是增加自己跟家人在家工作的舒适度 这边可以分成软体跟硬体来说 软体最主要就是要增强自己家里WiFi的稳定度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不仅是爸爸妈妈要用讯号上班 小朋友的学习也需要一些网路讯号 WiFi的稳定度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个部分我相信台湾的电信公司都做得非常的好 如果家里的WiFi稳定度不够的话 赶快去申请一些家内的一些扩散机 让家里的WiFi的稳定度增加哦 因为我常常在开会的时候 遇到就是同事家里的稳定强度不够 所以讲话其实会不太清楚 至于硬体的部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怀念 办公室里面那舒适的椅子跟树桌的高度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没有适合的工作的椅子的话 非常建议立马马上就去买 有了办公的椅子真的可以让你舒适度增加很多 另外就是电脑萤幕 公司配发的笔记型电脑萤幕都非常小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需要分析非常多资料 看很多Excel或是图表互相对照比较的话 建议去买一个monitor 有一个大的萤幕 让你有双萤幕 工作起来会舒服很多哦 另外我有很多同事也购录了 就是可以调整桌子高度的书桌 这一个可以让你有时候坐着办公 有时候站着办公 整体你的肩膀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这三个都是我非常推荐的哦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 生活跟工作的场域分清楚 老公的办公是在书房里面 所以他的公共场域就是在书房 然后他来到客厅就是他放松的时间 我自己呢是把工作场域设定在客厅 因为我需要煮午餐跟晚餐的部分 但我的on跟off分得很清楚 就是我一旦煮饭或是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处理公事的 等到家人我老公回到他自己的书房去办公的时候 我才会再启动工作on的模式 在客厅工作 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工作 第三点就是增加自己在家工作的乐趣 这个乐趣就是因人而异 如果你喜欢打电动 那就刚刚好你就在家里打电动 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 那就在家里设置一个你最舒服的在家walk out的场所 我们家在家工作的乐趣就是种很多绿色植物 这里有绿色的盆栽 这里也有 然后我们另外在家里的大大小小的地方 就都栽种了很多绿色植物 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可以寻一次它们的生长 让自己的心情更平静 家里有绿域的话 长期盯着电脑看的眼睛也会比较舒服 所以很建议自己在家里多购入一些室内植栽 除此之外防疫期间真的会练就自己的第二专长 像我自己就是在家一直研究菜单煮饭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东京小厨娘 自于家庭主妇都非常烦恼的就是 要怎么样准备三餐这件事情 娜娜有一个小建议就是 以一周为单位去做计划 会让你整个心情舒缓很多 因为你都已经做好规划的话 你当天执行的话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有做饭的话 你就想好一整个礼拜的菜单 你要煮什么 另外如果你是习惯叫外卖的话 周末好好的想一下 你每天要叫哪一家外卖先把它写下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减去你当天那一种 我要吃什么 到底要叫哪一家 我又要煮什么 好烦好烦好烦的那种烦躁的心情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有用 我自己都是每个礼拜 周末就会想好菜单 然后当天就去执行就好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出一集就是 我自己在家工作的时候 是怎么样准备三餐 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 这就是今天娜娜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哦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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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